是否应该继续买黄金 上周又冲到1975流上的高位,年半高位 但是又高位没什么力,又回到1900边的位置 Tommy,我们刚才不是提过那张测试是实质利率和美股的 实质利率其实正在上来 但是最近我发觉通常都会说实质利率和黄金的关系都很明显 但是最近就两者一起拉上来 其实是否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避险的资金需求 是会有机会继续支撑着金呢? 我觉得是的,因为避险资金就不仅是俄乌局势 美股的估值偏高也是一个原因 所以不多不少就有很多人用那些我们所谓的公灵政策 就是一个barbell 如果你是买了一些很高股的美股 另一方面你就买一些黄金去抖回去 那就是当市回的时候,你起码有些东西可以对冲 所以我想尤其是近来你看过实质利率上升 金价是没有跌的 以前通常实质利率上升的金价是跌的 那么今次实质利率就从这个十年期 这个就是-1.26%左右 它一直上升到大概-0.46%左右 那么偶局势呢,它就跌回了 那么实质利率现在大概是0.63%左右 那么你要留意实质利率今次跌得快 那个名义利率,就是10年的美债 那换句话说,大家都觉得 就算你通胀是冲一两次上去 联储局都不会真的加息加得很厉害 那引致呢,你除了避险之外 那个美元可能深刻某个时候 它是会见顶回落 那当美元见顶回落,你又有避险需求 黄金会继续上升